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第一次到中国大陆访问 事实上在我37岁的时候 在政府里面就负责处理两岸事务 我今年73岁 等了36年才有机会到大陆去访问 的确是待了久了一点 马英九这次打着祭祖的旗号前往大陆 口口声称说是为了和平尽早的到来 看到这我就一下子想起了南宋 南宋政权被迫偏安一遇 以秦桧为首的那帮的义和派 口口声声的纲领也是为了和平早日到来 人家这个金国人真的想跟你和平吗 只不过金国人实力不济 不能够把南宋整个吃下去 再加上确实有一批像岳飞这样的 金中暴国又战斗力强悍的武将党在那 金国人没办法 吞不下你吗怎么办只好假惺惺的对你说 我们也是为了和平地 所以当南宋也举着和平的旗子跑去找蒙古人 因为蒙古人也吃这套的时候 不灵了蒙古人三下五出二全给灭了 今天当以马英九为首的台湾统派人物 也频频喊着和平的口号跑去中共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们没好好学历史 当然了其实大家也是心知肚明 马英九此行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你说去祭祖 可是你祖先的那片土地 如今被一群流氓土匪占领着 你却打着祭祖的旗号跑去跟他们购合 你说你的祖先能开心吗 面对残害同胞的流氓暴政 你不是谴责痛斥坚决不与之为伍 反而积极配合出卖台湾人民的利益 你说你的祖先能安心吗 对吧 而且大家再看看中共那边是怎么对待马英九的 对于马英九的到来 中共官媒新华社27日晚 仅仅发布了一篇不到100字的小豆腐块 而且还没有提到他的任何头衔 说到他的时候也是直呼其名 马英九马英九 对一个毕竟是个地区 国家也好地区也好的 卸任的前领导人 在外交礼仪上应该是非常忌讳直呼其名的 尊重人家 一般都会说前总统前总理 或者是前什么什么领导人 但是完全没有 说明什么 说明中共压根没把他当回事 就好比秦桧 你说经过人看得起他吗 看不起他利用他罢了 马英九到达上海之后前来接机的是谁呢 之前有传闻说政治局常委副总理丁薛祥会去接机 显然中共是不打算给他这么大面子了 只派了国台办的一个副主任叫陈元峰去接机 这就等于再次告诉外界 马英九等人根本没那么重要 而且对这种这个 这么自己很主动很亲热凑上来的 中共一向是不待见的 我还得提这个秦桧是吧 你看当年金国人看得起秦桧吗 根本看不起 私底下管秦桧叫什么叫狗儿子 根本不待见 对吧 马英九此行还有一个理由 他带着一些台湾的大学生 说是去大陆和大陆的年轻学子们互相交流 说是要想通过这些年轻人的热情互动 来改善两岸的气氛 但我很高兴能去 因为除了记组之外 也带了台湾的大学生到大陆去跟他们交流 希望透过年轻人的热情互动 能够改善两岸目前的氛围 让和平能够更快更早的来到我们这里 中共就是非常希望 借由对台湾青年一代的这种潜移默化的洗脑 统战嘛 从而让台湾的下一代放松对中共的警惕 从而达到统战台湾 乃至最终把台湾收入囊中的这个目的 而且目前台湾的年轻人对国民党的印象非常不好 马英九也想借此传递出一个信号 就是台湾的年轻人也不都是不喜欢我们国民党的 和我们持相同理念的年轻人也是大有人在的 另外台湾社会啊 其实被这个中共渗透的相当厉害 很多台湾政商界的名人都明里暗里的为中共站台 或者就说一些中共很希望听到的话 就是说为什么有时候我反对跟美国买很多的武器 因为你手上有很多武器的时候 人家专门打你武器的地方 所以我炮兵阵地就是人家炮兵阵地对打的对象 他不会去打别的地方 所以我的炮兵的周围都是被都是弹坑 因为你打人家人家还打你嘛 那手上你如果没有刀 你没有枪 可能人家不会去专门去打你 没有刀没有枪人家就不来打你了 这么愚蠢的逻辑 人家就能光明正大地就说出来 这不但要足够愚蠢 还要足够有胆子呀 因为我们为什么中国人要打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问题是中共他也不是人呢 还有马英九今天离开台湾访问大陆的时候 在机场除了有来了很多抗议的人群之外 还有一对像怪物一样的人群 来欣赏一下 你看没 公然就唱共产党唱红歌什么 台湾这些上了年纪的智障还真多什么 我衷心建议台湾政府把这些什么 中华爱国同心会的这些智障 全部送去大陆 让他们好好享受享受共产主义的 什么徐州铁链 什么胡兴雨的鞋带 什么城管的棍棒皮带 大白的拳脚功夫 来享受享受 这把年纪了 确实应该享受享受 享受一下中共无微不至的一条龙割韭菜服务 就是不知道现在这个火葬场是不是还需要排队 很多人都说呀 马英九他们是被中共给利用了 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 这么说感觉好像是他们都是这个 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被逼无奈的 其实被利用很多时候他也是心甘情愿的 对国民党方面来说呢 他们想借由马英九这次出访大陆 包括之前连战什么的出访大陆 营造出一个舆论什么的 就是他们只有国民党才能跟中共说上话 民进党不成 还得靠我们国民党 民进党只会给台湾带来冲突 带来战祸带来这个危险 我们国民党可以给台湾带来和平 也是为下一届台湾总统竞选造成一种舆论攻势 目前来看台湾民众中 没有政党认同的选民越来越多 就是既不偏蓝也不偏绿 这样的中间选民越来越多 民进党和国民党都在努力争取营造各自的政党形象 马英九此行的目的 也是想替国民党抢夺两岸政策的话语权 让台湾人民看看 你看两岸交流还是要靠我们 但很多台湾人也看得非常清楚 两岸交流是可以的 但是两岸交流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为什么从来都是被你中共给操纵的 对吧台湾不可能改变中共了 台湾能改变中共的想法吗 中共也从来没有真正尊重过台湾人的想法 中共也不可能给台湾带来真正的和平 你跟一只食客想怎么吃掉你的那个豺狼 你跟他谈和平相处 你要不是太幼稚 要不就是你拿了豺狼的好处了 历史总是重复的 当初秦桧出访金国的时候 京城官道之上也是净水坡借黄土电道 大队人马锣鼓齐鸣鲜花送行 但千年之后跪在那被万人唾骂的 是谁啊 是秦桧 上周五还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 上周五中共公布了新版的国务院工作规则 在新发布的这一版的总纲的 国务院工作指导思想的内容中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江泽民三代表和胡锦涛的这个科学发展观 通通给删掉了 只保留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等等 这样的相关论述 并且增加了一句重大决策 要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汇报 哎呀 整个通篇各种删改啊 整个删改之后啊 除了习近平的名字在上面 就再也看不到其他人的了 哎 从此中共权力架构中的这个国务院 就彻底不再是一个政府机构 不再是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了 而成了清末的军机处 只听命于皇上一个人 哎 就是他的秘书 私人秘书 秘书班子嘛 李强就是个大秘嘛 在把这个规则中的前几位中共头子的名字 全部删除之后 一下一步就可能连这个党章中的相关表述 也会做一些删改 就只剩下就只能剩下一个人的名字 而且渐渐的那个什么集体领导的党中央 也将形同虚设 是吧 从此一切号令都只能出自一个人 哎呀 习近平彻底成为中共的化身 他就是中共 中共就是他啊 共产党的最终结局 也就成了他个人的最终结局 是吧 这事挺有意思是吧 好 简单说一下这个事情了 下面想说的一件事呢就是这个上个周四 TikTok的CEO周寿兹在美国国会听证会接受质询这个事 听证会的很多视频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中共这个傀儡周寿兹被两党议员 吒吊打了五多小时 替他捏了把汗头 据说在听证会之前 周寿兹花了一周的时间 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找了一堆人来演练听证会上可能会遭遇的各种情况 被各种质问 他怎么回答这种练了一星期 满以为巧言吝啬的狡辩应该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了 没成想两党议员根本就不给他机会 而且人家也做足了功课 一顿吊打 最关键人家议员拿出都是真凭实据 都是真实的证据 铁证如山在那 提出的都是确凿的问题 而周寿兹 却根本不敢说出任何事情 心中有鬼 只能张口结舌 故左右而言他 那被吊打不是清理之中的事情吗 对吧 而且 有媒体也报道了 周寿兹自己 他都自己都不敢让自己的两个 他有两个小孩 他都不让自己的孩子用抖音 你自己都不让你孩子用的东西 你却让人家的孩子用 你安的什么心 对吧 这和中国大陆那些做假食品 那不是一样吗 做假的坑人害人毒食品 卖给别人 自己的孩子不吃 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据说周寿兹 从TikTok拿的工资是年薪1亿美元 这钱真不白拿 你整天到处撒谎 还要脸不红心不跳 这份功利 挺厉害是吧 这个新加坡人 不愧是名校毕业 所以说好好学英语 出国留个学 具备国际化的事业 很有必要 大陆的年轻人们 学着点 别整天考什么公务员 整天一门心思考公务员 你在体制内 你摸鱼 你摸一辈子 你那点钱 还不够人家一个月的工资 但是即使周寿兹 面不改色 心不跳的 被吊打了五个小时 依然是回天乏术 这次TikTok的下场 非常不乐观 等待他的命运 很可能就是 要不然被彻底下架 要不然就被贱卖 对此 自节跳动 就是TikTok的母公司 自节跳动的高层 也是心知肚明 听证会之后 周寿兹给他的内部员工 发了一封内部的邮件 说五个小时的听证会 充满了挑战 是够挑战的 没留下太多澄清事实的空间 啥意思 就是美国人不听我说 咱们有麻烦了 相较于五年前 川普总统打算封禁TikTok 这次TikTok所面临 拜登政府给他的局面 非常的棘手 因为这次两党议员是 两党议员的立场高度的一致 空前的团结 拜登政府正在努力推动国会立法 而一旦这个法案通过 中共那边想要想推翻 那几乎是不太可能了 必须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 提起这个说是违宪 他只能说是违反宪法 提起这个违宪诉讼 届时最高法院 九名大法官介入调查 但这个时候 我觉得针对TikTok这件案子 九名大法官推翻国会立法的可能性 几乎是微乎其微 因为美国宪法在根本上 是保护美国公民和国家的利益的 保护美国公民基本权利的 在涉及这些根本的问题上 大法院通常是会尊重国会的立法的 而TikTok危害 美国国家安全的证据太多了 所以TikTok这次的局面非常的难 就有点难看了 一旦美国立法禁止了TikTok 很快日本 韩国 澳洲 欧洲 很多这些盟国也都会相继布美国的后尘 TikTok就只能去非洲发展 非洲人倒霉了 我看到很多人说 说这个没事 TikTok在美国这么多人用 特别是年轻人 他们会发起各种抗议的 他们会游行 他们会展现出的名义 来保护TikTok No 确实TikTok在美国有1.5亿人使用 而且大部分是年轻人 一旦下架 他们确实会哀嚎个几天 但是别忘了 年轻人是最容易移情别恋的 尤其是像现在科技爆炸的时代 分分钟多少应用新的软件 新的产品出来 TikTok一旦被消失 分分钟会有更新的 更好玩的产品 啪蹦出来 取而代之 最多用不了三天 我告诉你 一款受年轻人欢迎的新产品化 迅速填补TikTok所留下的真空 而字节跳动 不但拿不到任何的补偿 还要支付一笔巨额的清算费用 和员工的遣散费 一定的 也就是美国是个文明法治的国家 还允许你走司法途径 还让你说话 给你说话的机会 你还能去国会听证一下 你看其他国家 TikTok在印度被禁的时候 在印度是把TikTok给下架了 彻底疯掉了 在印度被禁的时候 你张一鸣怎么不去起诉 对吧 几年前微信 在俄罗斯被禁止的时候 腾讯拿到一分钱的补偿了 对吧 你跟流氓也没法讲理 你跟 人跟你讲理 你还耍起流氓了 可笑的很 所以周寿兹出席 美国国会听证会 这件事的本身 对中共而言 就是一件充满了讽刺的事情 在中国要禁止 或者触罚一家企业 甚至让这家企业的创办人 把人间蒸发 不管这家企业做得多大 一通电话搞定了 还给你开什么听证会 还给你表演的 还在那表演的机会 扯淡吗 国内粉红说什么 周寿兹 蛇战群雄 算是因为美国是个法治国家 人家讲理 人家给你这个蛇战的机会 你在中国试试蛇战 我把你蛇头割了才怪的 还有一点也很讽刺 一个新加坡人管理的美国公司 表面看是美国的 美国公司 主要市场也在美国 却处处要遵循中共的法律 实时要配合中共的要求 受到中共的监管 中共还可以随时看到 美国用户的个人资料 美国现在却拿它没有办法 你这不是个讽刺吗 对吧 另外TikTok还有一条出路 除了被封禁 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被一家美国公司买下来 也可以继续在美国存活 毕竟TikTok拥有1.5亿活跃用户 对它感兴趣的大公司 也不是没有 微软此前就曾表示 有兴趣要考虑收购 但是把TikTok从母公司 字节跳动 现在剥离出去 卖给美国人 首先敢于接手的美国公司 我觉得不是很乐观 不太多 因为这是个烫手山药 你说你买了之后怎么办 中共那边你服不服从 美国这边又天天盯着你 说你不好弄 而且要把TikTok 从字节跳动拿出来 卖给美国人 是需要中共批准的 你看周寿司在国会听证的时候 中共的商务部 立刻出来了 不能随便卖 所以这更加坐实了 你是一家中国公司 对吧 你得听中共 那中共会批准吗 因为涉及到算法 原代码 很多核心的技术 甚至一些不为人知的公司的机密 甚至牵扯到中共上层的管理 背后的出资人 这些利益架构 这些东西 中共是万万不想被人看到的 而且还有一点 让字节跳动的创办人张一鸣 根本就不敢把TikTok卖给美国人 那就是中共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一旦卖掉了 你竟敢把我们中国的企业卖给美国人 你这个软骨头 你是丧权入国 听证会之后 国会众院的议长麦卡锡和拜登 都表示会进一步推动立法 尽早解决TikTok对美国国家安全所造成的隐患 我们希望这次两党能够干得漂亮点 也给其他那些总跟中共 眉来眼去的那些美国企业 给他们一个榜样 你们都小心点 你看那个Facebook小渣 就曾经将习近平的书 放在自己的desk桌子上面 而不是奥巴马的吗 还专程跑到了北京 在长安街上表演跑步 而不是在华盛顿的宪法大道上 这种人 给他们点教训 总之我们希望 这件事能够越早办成越好 我们等着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提醒大家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点赞和分享 那么节目最后 向大家推荐我的会员节目 大话西游 这是一档关于西方文化艺术和历史的节目 西方的文化历史 非常的精彩 尤其是自文艺复兴以来 西方有限出了一大批天才 天才艺艺术家 他们那些画作背后都是精彩绝伦的故事 和妙趣横生的典故 我自己是学戏剧的 所以因此我对这些东西 非常的乐此不疲 流连忘返 于是我就产生了 把这些有趣又精彩的故事 讲给大家的念头 于是就有了 这套会员节目大话西游 会员网的网址 就在每期节目评论区的置顶处 每季节目我都会拿出几期 来作为免费试看的内容 我还会剪一些 剪短小的这个trailer 像上一期的这个贝多芬 还有里斯特 我都剪成了三五分钟的一个小的trailer 要去看一看 然后可以去会员网上 看这个完整的节目 那么您到了会员网上之后 可以去看看那些免费的试看节目 然后你再决定 是不是购买我的会员 在我这个油管频道里面 我也放了几集试看节目 供您免费欣赏 就在这个会员节目 温情放松哪 希望大家抽空 去体验一下艺术的魅力 另外愿意捐助 我这个频道的朋友 捐款的网站 就在每期节目评论区的置顶处 或者您现在就扫描 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 也是可以的 好了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新闻最差点 咱们下次见